方舟手游的连击环境已经彻底沦陷 我真的求你们别再去玩连击了 听我说 方舟手游是我这辈子最热爱的手机游戏 是一个已经发布至今4年的游戏 这4年以来我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也收获到了很多粉丝 所以我很清楚 无论你是否有看过我的视频 我都要让你明白 这个游戏的连击环境 已经彻底被科技玩家所占据 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游戏中 有90%的玩家都有科技嘛 你可以想象到 在一个多人服务器中 如果你没有科技 根本就没有立足之地嘛 甚至各位可能想不到 科技玩家所能带来的全线操作 甚至会高于一个服务器的管理员 是的 你听的没有错 这些开科技的玩家 可以直接打开服务器的管理员界面 肆意的将服务器锁定 甚至刷取物资 一键提升等级等等 无论是PUE还是PVP 现在的方舟手游 没有一个服务器 可以说得上是有一丁点的镜头 在这种游戏大环境下 我非常非常的真诚的告诉各位 别玩连击 别玩 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你 同样是一个制作视频的up主 也同样玩着方舟手游 我恳求各位 跟着我一起抵制方舟手游的 多能联机模式 号召让所有人都别再玩联机了 凭什么我们这些绿色玩家 就要保持这些非法科技的折磨 凭什么我们这个游戏服务器的走向 还要被科技所左右 或许有人就会说了 那你这种大up 为什么不自己看一个纯净的绿色服务器呢 或许你们不明白 什么叫做人心险恶 这是一张来自其他方舟手游的截图 看到这 你们就明白了吧 没错 无论是我插摩还是赵浩 我们两个可以说是方舟手游领域中 比较出名的up主 我们都尝试过开各种类型的服务器 但如果你玩过就知道 前期非常的有意思 但后期就变成了各种玩家的节奏 各种纷争 各种无理取闹 之前我还想不明白 但现在我想明白了 原来是我们阻碍了其他服务组 阻碍了那些看不惯我们的人 因为从头到尾 我都是坚决抵制任何科技的 自然而言也就遭受了很多东西 或许在我发出这些视频后 会更加遭到某些人的针对 但我还是希望那些 被我们视频所吸引入坑的玩家 你们一定要明白 方舟手游连击 现在就是个垃圾堆 至少在官方修复打击之前 连击模式就是个垃圾堆 就只是个垃圾堆 做这期视频的目的没有什么 就想要你明白 明知道这样子做会遭受很多针对 但我还是要揭露这些事情 我不想我的粉丝会受到科技玩家 所带来的委屈 我不想我的粉丝 因为出于什么原因 也同样拿着科技和他们对抗 就目前来看 大家还是多看看我的视频 只是玩下当机模式就行了 最后感谢能看到这里的各位 这期视频我就不奢求 各位能点赞关注 至少你要把这个消息 分享给你的好朋友看 那么好的 我是一只茶马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